10月18日TP500大型无人运输机量产总装开工一事 和无人驾驶航空货运论坛在烟台黄渤海新区举行 中国首架正向研制的大型无人运输机TP500总装开工 这是继去年该机型实现首飞后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标志着烟台造首款飞机整机正式由研发转向量产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从烟台运一批货到大连 陆运里程将近1400千米 耗时20个小时 空运里程仅135千米 TP500只用半个小时就能送达 早上在新疆现杀的羊肉 到了中午就可以出现在烟台市民的餐桌上 优势显而易见 在谈到为何选择TP500无人运输机时 中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金任群这样说 不仅快还更省 无人运输机最大的优势就是节省了飞行员成本 易通无人机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董鹏生介绍 一架普通运输飞机的人力成本 可以达到全部运营成本的47% 而无人运输机则可以全部省下这部分成本 作为全国首架采用正向设计研制的大型无人运输机 TP500标准载重500公斤 飞行半径500公里 最大航程1800公里 具有操作智能化程度高 飞行控制性强 运输经济性好等特点 有效填补了中国航空物流大型无人运输机的空白 TP500不仅能满足中国内陆与海岛 以及东南亚与中东 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货运无人运输市场需求 后续还将允许改装用于各种特殊作业 在气象监测方面 TP500可以快速搜集各地气温 湿度以及降雨等信息 并且可以长时间停留于空中进行连续观测 而在救援任务或者灾害现场勘察时 则能够通过搭载设备 提供实施图像和视频资料 以指导救援工作组 判断形势并做出决策 除此之外 在建筑施工物流配送等领域 TP500无人运输机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它可以在高楼施工现场搭载建筑材料 进行快速准确的投送 提高施工效率 同时在物流配送方面 由于其自主导航和智能控制系统的支持 可以实现快速安全地完成货物分解及运输任务 甚至还能用于战争后勤补给 而美国空军自己的下一代无人运输机 目前还处于PPT阶段 TP500机身和机翼大不断采用国际领先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制造 相比传统铝合金材料可以提升飞机结构材料性能的同时 显著减轻飞机整体结构重量约30% 实现可观的燃油经济性 这在国内大型无人运输机应用上上述首次 2023年3月 烟台夜达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出资收购一通无人机系统有限公司 实施TP系列大型无人运输机产业化项目 该项目立足服务烟台黄渤海新区空天海战略 布局三行产业 为新区打造空天海装备制造成积蓄功能 TP500无人运输机 是国内首个完全按照中国民航试航要求研制的大型无人运输机 2022年6月18日实现首飞 将于明年上半年取得试航证 预计今年年底 一通无人机系列有限公司将生产10架无人运输机 在年内实现小批交付用户 作为全球首个正向研制大型无人运输机 TP500型无人运输机 由航空工业第一飞机研究院研发 一通无人机系统有限公司负责生产与销售 何为正向研制 正向研制通俗来讲就是从零开始自主设计研发 不同于从其他已有飞机型号的基础上 反向改造加工 正向研制的无人运输机 能够完全按照用户需求进行设计 而不存在反向研制中存在的局限 作为TP500大型无人运输机首家签约用户 中通快递在本次签约仪式中预定了30架TP500 下一步中通将作为TP500机型的启动用户 与一通无人机公司共同开展 无人驾驶航空运输试运营工作 进一步优化改进产品 完善运营支持体系 小编了解到TP500无人运输机 自问世以来就吸引了全球诸多业内专家和知名客商的青睐 开工仪式上 来自国内外8家客户与一通无人机系统有限公司 签署了合计216架一项订单 TP500大型无人运输机的量产总装 将有力推动无人机物流运输的商业化发展 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通无人机公司总经理董鹏生表示 我们正聚焦无人机物流运输领域 推进更多固定翼以及固定翼垂直起降机型的研发 加快大型无人运输机普系化发展 正如董鹏生所说 当前TP系列大型无人运输机正朝着产业化方向快速发展 在TP500成功首飞后 TP1000和TP2000项目也相继完成立项论证 受到了国内外客户的关注和认可 其中TP2000是继TP500之后载重更大 航程更远 性能更优的高端机型 在开工仪式上 TP2000项目在烟台黄渤海新区启动研制 作为世界公认门槛最高的现代工业之花 航空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 人才资本的强力支持 更需要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的通力合作 在开工仪式上 国家低空经济融合创新研究中心 西北工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中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增财制造创新中心 一通无人机系统有限公司 共同启动无人航空货运研究院共建项目 力求在国内引领搭建起新的无人航空货运模式和产业生态 同时西北工业大学国家增财制造创新中心 分别与一通无人机系统有限公司 签署深度合作协议 为烟台无人机产业发展注入人才技术活水 开工仪式后 来自主管部委地方政府 相关央企国企高校机构和企业 共52家单位 160余名参会代表出席了 由烟台黄渤海新区主办的 无人驾驶航空货运论坛 演讲嘉宾从国家政策 行业发展趋势 大型无人机技术和产品应用等方面 对无人航空货运的发展和模式创新 进行了深入解析 此次论坛将引领大型无人机 运输行业由尝试探索 逐步转向规模应用 推动烟台航空物流模式升级 无人机是现代航空技术的重要领域 也是未来智能装备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近年来烟台黄渤海新区超前谋划布局了 航空 储能 半导体 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全力塑造未来发展新优势 借着TP500大型无人运输机量产总装的东风 烟台黄渤海新区建立起多方协作 紧密联系的正产学研用合作纽带和长效机制 带动更多无人机生产制造配套企业落户新区 助力新区建设无人机产业集聚区 打造航空产业发展新高地 目前一通无人机系统有限公司 在黄渤海新区已建成4000平方米的 卖动生产线产业化基地 下一步计划建设无人运输机产业原项目 引领更多无人机生产与制造配套产业落户新区 构建无人机生产销售产业链 带动黄渤海新区产业能级提升 叶达京发集团副总经理 一通无人机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陆建明表示 未来 吨位更大的TP1000 TP2000等机型 以及垂直起降的TR系列 还将陆续研发生产 全部打产后 TP TR两系列将形成无人航空运输的完整谱系 实现年产1000架 直接销售收入超过100亿元 带动形成千亿级的空天海产业集群 展望未来 为了推动无人驾驶航空货运的发展 小编觉得我们应加强对无人驾驶航空货运领域的 研究和技术创新 进一步提高运输效率和安全性 促进航空物流的发展 同时 政府和相关部门也应加大支持力度 提供更好的政策和环境 推动无人驾驶航空货运的健康发展 无人驾驶航空货运的发展前景广阔 它将极大的提升物流运输效率减少成本 并为航空物流领域带来更多机会和挑战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您认为无人驾驶航空货运的发展前景如何 它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